说新闻 看门道 深度解析新闻 挑战事件真相 请听POP撞新闻 天后早 欢迎收听POP撞新闻 我是黄青龙 礼拜三 现在国际间 当然尤其缅甸 缅甸的局势 现在坦白说是考验大国 这里面美国 尤其是拜登刚上任 这是第一个他要接受 严格检验的一个美国 是不是还能够发挥大国的 影响力跟角色 昨天我们已经有谈过了 我们今天还是先关注一下 大家最关注的一些 股市的消息好了 美国股市 这个散户 这个夹蛋舱的浪潮 现在看起来似乎消退了 在前一两个礼拜 那么非常风骚的 这个GameStop 这个游戏一战 它的股价 那么整个极限的60% 那现在散户转投资的白银 期货白银的价格 也滑落了超过一成 而美股三大指数 是延续强势 那道琼指数在礼拜二收盘 早盘的时候 最多飙了超过628点 那最后呢 也是回到了三万点 那么三万零八百四十点 标准普洱跟纳斯达克的指数的升幅 都超过一个百分点 那欧洲主要股市 也都看好 好 所以GameStop 看起来这一波散户的 这个所谓的罗宾汉式的 一种对抗 这个大恶魔 那么现在看起来 到底是一个转战的形式 还是说已经GameOver GameStop变成GameOver 会不会是这样子 因为GameStop两天累计 它的市值已经蒸发了72% 那这当然是一个值得 一个关注的一个现象了 特斯拉股价回稳的 最近也有人在批评这个马斯克 就说马斯克这个太喜欢讲话了 那最近好几档 这个名不见经传的一些美国股票 都因为他讲话 直接点名他 或者是被误以为是在讲那一个股 结果就狂飙 那马斯克当然他特立独行 他本身也可以说是 特斯拉的这个形象代表了 那甚至因为太多人关注他 所以呢 特斯拉还把他们的公关部门 给解散掉了 因为他们不需要做梅宣的 马斯克自己就 马斯克自己就是最好的梅宣 可是呢 这是在你还是一个小咔咔的时候 你可以这样子来 要讲什么就讲什么 甚至说在跟着一些 这个乡民的 网路上的乡民 一起去在网路上兴风作浪 这都可以 你现在已经是一家 市值八千亿公司的创办人 那么你这个又是全球首富 所以呢 不是说你就要绝口就闭口不谈 但是还能不能像过去那样子 猥琐 就说想到什么就讲什么就做什么 这可能是 也是马斯克可能自己都要去考量一下了 好我们看一下 最近跟马斯克斗得很厉害的亚马逊 就是亚马逊的这个总裁 贝佐斯 那么他们两个为了这个卫星星链计划 这个互相的竞争 所以呢也在网路上 这个互相 这个 这个这个炮火很凶 那亚马逊 昨天公布了他们上一季的业绩 那么季度的收入 季度就一季 季度收入第一次突破了一千亿美元 那这个是总共收入是一千两百五十五点六亿美元 要比市场预期的一千一百九十七亿美元 要好 好这个是 当然也跟 因为现在疫情还在持续 所以电商的威力非常的大 这个是有关系的 那贝佐斯有消息说 这个行政总裁贝佐斯 可能会在第三季辞职 那么转任执行主席 好另外一个就是Google Google的母公司 Alphabet 昨天也公布了他们的财报 到去年12月底的第四季 每股的调整的盈利是二十二点三块美元 比市场预期的十五点九块要好 那么按年 整个收入按年升百分之二十三 达到了五百六十九亿 也比预期中的情况要好 所以呢业绩公布了以后 Alphabet这个后段的股价是上扬了超过六个百分点 好这是谷歌 是美国另外一个这个重要的企业的一个财报了 那再来是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第三季度的财政业绩也公布了 那比比市场预期要好 这个非公认会计准则 因为中国中国这个在美国上市的股票 他们并没有完全按照美国的这个会计的一些规则 所以他们把它列个叫 非公认的会计准则 公布的资料是存立 592.07亿元人民币 按年升百分之二十七 这个 虽然阿里巴巴情况 看起来还是相对稳定 但是蚂蚁集团 IPO现在还非常的不确定 那么现在还可能还在接受这个反垄断调查 但是有一点可喜的就是看起来两者 就是说蚂蚁集团跟阿里巴巴总部 这个之间倒没有太大的迁累 所以蚂蚁集团能不能IPO 但是呢不知道 但是对于阿里巴巴的总部的营运 看起来影响并没有那么大 好 这个官场说都有这种现实 企业界碰到官场的情况又怎么样呢 马云最近因为阿里巴巴音乐反垄断 那么音乐有人说是他怀必其罪了 Anyway有人说他得罪了习近平 让习近平有所顾虑 那你就不行 所以最近被打压了很厉害 那最近就增添了一个打压的例子 是上海著名的上海证券报 昨天在投版刊登了一个专文 那么叫做高质量发展 岂能缺少企业家精神 这样的一篇文章 那么赞扬了好几位中国的大企业家 那么哪几位呢 包括腾讯的马化腾 小米的雷军 华为的任正非 比亚迪的王传福 还有格力集团的董事长董明珠 但是呢 唯独啊 就是没有提到阿里巴巴的创办人 马云 那所以外电就分析了 说所谓的这个表扬企业家的代表人物 但是呢 却没有马云 这说明 说明马云 现在的失宠的程度 是已经非常的明显 非常的明显 好 这是我们看到的 在政商的一些情况 那另外呢 有一个有趣的消息啊 就是 现在的疫情的关系啊 全球的电影啊 都受到很大的打击啊 但是呢 两岸的电影交流 还是有在持续啊 有一部由唐在阳监制啊 陈伟豪指导的 这个张震跟张军领主演的一个 惊悚犯罪电影 叫做气魂啊 就是追淘通气犯的气啊 那么1月 1月15号开始在中国大陆上映啊 大概 半个多月的时间啊 票房已经突破了1亿人民币啊 达到4.5亿台币啊 这是成为继我的少女时代 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之后啊 第三部啊 在大陆票房破译的台湾电影啊 好 这个 这个电影啊 我想能够在大陆这样子的受到欢迎哈 这个当然一方面表示啊 新亚尽管两岸的政治啊 碰到很大的困难啊 疫情当下 这个隔离啊 大概一时两刻也不容易解解锁啊 这个但是电影还能够交流啊 这倒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情况了 那不过电影交流 我想尤其是台湾的业者要留意啊 大陆市场很大啊 但是呢 以香港的经验啊 香港当时啊 就是因为看上中国大陆的市场啊 所以所有拍电影都往北看 结果呢 就削足势力啊 穿门拍那种为大陆人量身而作的电影啊 结果呢 不到几年下来 香港整个的电影产业全部都垮掉了啊 因为你这一项的话 你完全走不出香港 因为只能在中国大陆 那么台湾的电影在中国大陆受欢迎这是好事 但后面啊 请记住不要削足势力 否则很快就会倒过来啊 这是一个不好的事情 好我们休息一下 欢迎回到POP壮新闻 今天我们的来宾啊 是我的老长官老朋友 亚太基金会的最高顾问赵春山 人称春宫 春宫早 主任早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好 春宫是两岸的专家 其实他真的专场是研究俄罗斯啊 所以我们一会儿要来跟他请教俄罗斯的问题 是 而且是美俄的问题啊 是一个一个一个很新的一个问题 但是现在我想一开始先跟春宫请教 就是说 美中问题当然 拜登上任了以后 大家都知道 这是一个全球关注的议题 可是 拜登上任射了很多箭 大家都说好像都没有把这个问题 把美中问题摆在第一位 这个当然是内政优先的关系啊 可是中方好像不断的在测试啊 我讲的测试就是说 比如说习近平写信给这个星巴克的主席啊 就传达了信息 大家也都看得懂了 然后像南海啊 这个台湾西南侧的这个空域啊 解放军都不断的有很多的动作 有人认为说这也是一种测试啊 但是最重要一点是 之前也传出来说 中方提议啊 派出杨洁篪 先到美国去接洽啊 那么等于说互相摸底 然后来为这个接下来的这个习拜会啊 那么做安排 那据美方好像说现在不急啊 好那昨天这个中方啊 在当时是否认那个消息啊 我想很多媒体都已经解释过了 那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过程了 那昨天杨洁篪啊 那么跟在美国的这个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啊 举行事项会议的时候 就发表了一个长篇的谈话啊 那么向拜登喊话啊 敦促啊取消包括中国 限制中国的驻美国的媒体啊 还有呢关于关闭孔子学院啊 打压中国企业啊 这一些川普时代的这种政策啊 呼吁他们应该要取消掉 而且还提到了说 有四个问题啊是碰不得的啊 关乎中国的核心利益跟民主的尊严啊 这样子啦 但是呢布林肯的美国国务卿 也立刻在几个小时之后啊 那么有一个啊这种类似 虽然不是完全针锋相对啊 但是立刻有一个谈话 那么这个谈话里头包括说啊 美国跟中国有对立竞争 当然也会有合作啊 不过呢他也特别强调说 如果啊有被记者问到 如果中国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啊 布林肯说美国会用军事布局来阻止 中国来侵略台湾啊 好林林总总啊看起来 美中问题啊是欲小不能啊 你就算再怎么冷冷冷淡冷却啊都冷不了 对不对 你怎么看拜登上任到现在两国的发展 呃严格说起来啊 到拜登上任以后到现在 整个中国政策是还没有成型了 是 所以这段期间你看到陆陆续续的 美国智库啊 发表一些报告 你看像布鲁克斯 布鲁克斯 像之前的RAND 美国空军的RAND公司 甚至于这个大西洋理事会 是 等等 那么这种报告里面 你可以看出提出各种不同的建议 那么 呃 白宫发言人强调就是他们有 strategic patience 他们有这个战略耐心 意思就是说 这个政策现在还没有 还没有这个成型 是 还在 目前还不急 还不急 那当然中国其实在习近平老早 就提出了战略耐心 是 就是感觉中国比较没有那么大的耐心 对对对对 看起来这样 其实他是有备 中国其实也是有备而来 不管怎么样 这个习近平他是 呃 他已经做这么久了嘛 嗯 那么 对 拜登 他自己能够 多久不知道 多久不知道 对对对 所以他还在 还在摸索 还在摸索当中 那基本上来讲啊 基本上来讲 我想 你刚刚提到杨锦斯这个讲话是非常重要 对 我认为他是 拜登上台以后 到现在为止 中国方面 对美国政策讲得最清楚的一个 嗯 而且就讲白话 对对对对对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我都讲白话 是 因为在这段期间我们看到各种不同的揣测 嗯 揣测中国的政策会如何 有的时候是 还会谈光养晦啦 嗯 有时候是不是还会这个 会有什么 有什么作为啦 会采取什么样的动作 因为你现在看到的 看到都是 前一阵子都是 包括崔天凯在内啦 是 那么 中国包括王毅在内啦 还有一些啊 那不断的在高空这个喊法 是是 但是 暗地是有有些较劲啊 那基本上 他这个讲话里面是讲的非常非常清楚 嗯 我觉得最重点呢 就是说 第一个他把过去批判一下 从来没有用这样严厉的 这个 嗯 智慧啊 嗯 来批评美国的这个前政府 嗯 这个政策 那讲得非常坦白 就批评了 嗯 那么第二个 他是 当然 他是 有 有 把中国的这个政策 对啊 他梳理了 梳理了非常清楚 里面有红线 嗯 很清楚 第三个他就是期待了 期待美国方面要做什么 我觉得他今天跟这个全国 呃 美中全国委员会啊 这个讲话 选择这个是非常重要 因为当初啊 尤其他一开始提到的基金局啊 嗯 那么当年在秘密外交 如果进入巴斯坦 如果到中国大陆 成立后来成立的这个 然后当时在乒乓外交的时候 负责接待的就是美中关系这个 这个委员会 嗯 所以他们讲 这里面的成员 除了美国过去的 这个退休的这个政要啊 重要的政府官员 位居要军呢 之外呢 还包括美国的企业家 是 还有美国的一些战略家 所有一些学者的学者 所以他里面涵盖的范围啊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广 这个是非常有影响力的 所以很有指标性的一个演讲 嗯 而且他这次的主要 他不是因为他的 他的这个国务委员 过去 他现在身份是政治局委员 还是外事办公室 这是一个中共外交决策 一个最高的一个机构 嗯 所以我觉得他里面 是把我的这个底线讲清楚了 因为你晓得 拜登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跟习近平通通通话 没有 没有对 他已经跟很多人通过电话 很多人包括跟俄罗斯都通过电话 普丁 等我们再讲 为什么会先选择俄罗斯 嗯 所以这整个看起来 你刚刚已经把前面一个 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就我的底线是 是什么 嗯嗯嗯 那那么就等待 就拍出来了 这里面 当然你刚 我想这个 尊公刚已经把这个杨洁篪 这个时间讲话的场合 跟讲话的内容的重点 还有他的代表性的 对 都讲得很清楚的 不过呢 我也看到 也有美国学者 他们的反应认为 杨洁篪的讲话是 叫做老生常谈 而且他们认为说 杨洁篪啊 的讲话反应 北京还停留在 七年前的思维模式 因为他把美中关系 发生的变化跟问题 都归咎给美方 现在等于是要美方 回到七年前的一个状态 那他认为 这个是完全没有看到 中国对这个问题的 一个正确认识 还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 对 我想你这个问题 要正好点出来 现在有很多人在批评 美国 批评拜登的 也是一样的批评 在中方方面 也是认为拜登 现在未来的政策 可能又回到 我们冷战时代的 又拉帮结派 采取集体对抗的方式 是是 那么这也是冷战时代的 因为思维 思维 苏联为主美国 所以你看那个 达斯佛那个讲话 他一开心里就讲 你还是不要搞这个 冷战时代的思维 恰恰相反 美方认为中国 你是还在停留在 冷战时代 就好像 那个讲 习近平说 喊他对美国说 不能脖子 拳头大就要欺负人 不要回到冷战时代 不是 他这个话讲完之后 跟澳大利亚 澳洲起来就说 对啊这个话 我就是想要跟你讲 你中国不能 因为你拳头大 就要欺负人 没有错 你对美国这样讲 那我想跟你讲 台湾呢 台湾也说 你不能只有你拳头大 你这老是要压我 是 台湾也这个话 前几天 我上个节目里面 这个也是 我也提到一点 这个情况是不太一样 因为中国 他至少他认为了 台湾是他的内政 是啦 就像我们也认为 大部分我们内政 我讲那个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的例子来说 因为他也是高 可是现在有个问题 就是说 美国虽然说 他采取战略耐心 其实耐心 其实某一部分来说 应该就是你讲的 他还没有拿定主意 对不对 还在看说 比如说这个 现在布林肯他还在检视 其实国务院 他光内部 现在这四年下来 里头也是乱七八糟的 我想光人事任命 重新梳理 这些运作 这个都要花很长的时间 对 那对外的政策 他先 还没有确定之前 他当然先摆着不动 可是这个摆着不动 就是表示说 川普之前的一些 制裁中方的做法 还继续有效 对 那这个就有影响 你不动的话 不动就有 不动就产生影响 这不动也是这种态度 没有错 所以这个 中国方面 你看杨洁篪想说 他中国的政策 是有持续性的 这点我们相信 因为中国他的制度 他制度很深 那他如果美国 一下改造换代以后 会有一些政策的变化 可是你现在看到拜登 主任刚才提到 那拜登既然现在 没有什么动静的话 那你作业还是要 还是要run这个事情 整个 那你就按照既有的规则 既有规则来 所以这是一个 这是拜登为什么 现在要有占点耐心呢 我想第一个原因就是说 他内部的思维一塌糊涂 以前留下一个烂摊子 太多了 现在又是疫情的问题了 经济的问题了 种族的问题了 就像拜登讲的四大问题 其中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气候的变迁 这个时候他非常强调这个东西 所以他内部的问题 打扫有屋子干净 然后再请客 他一定要把内部的问题弄好 完了以后 第二个优先课题 他特别强调 他要跟他的盟友之间商量一下 他每个时间要跟盟友商量一下 包括中国问题在里面 他要跟盟友商量一下 对不对 然后这两件做完的事情 你可以想想看 他要花多少时间了 所以他基本上 他把中国问题是摆在 暂时摆在后面 也就是因为这个样子 他希望两岸方面 Kirk Campbell不讲吗 你们能够展开对话 这从来没有 过去川普实在不会让你 说要展开对话 你们先谈一谈吧 你们自己先展开对话 美国他要处理 他优先次序 而且欧洲是摆在前面 你刚刚提到俄国 就是这样子 因为对民主党人来讲 民主党大部分都是反俄的 共和党都反中的 那么拜登本人也是反俄 而且你看他这次 这个主要的国外幕僚里面 包括波林克也好 这个苏利文也好 奥斯林也好 这些人 很多当年都是冷战时代 他们都是 尤其拜登 他当时他处理过 冷战时代 处理过这个 对这个所谓的共产问题 处理出带的问题 当时这个 现在谈判了 现在我谈判 我们讲了 很多东西都是这个 拜登他亲自的经历 所以他们的脑袋里面 还有一些就是今天 这个美国 这个苏联已经不行了 现在可能取而代之最大的挑战就是 中国 那我当年怎么样来对付 苏联那一套 有些部分 也说明可以应用到这个 我觉得当然两者是不太一样的 当然完全不一样 当年我们都知道美苏虽然敌对 可是美苏之间没有太 包括贸易往来 经济上的牵扯不大 跟今天不一样 今天你是两个全球第一第二大经济体 一年的贸易量那么大 这完全不一样 不过美中关系的确跟美苏关系会有关 而且美台也有关 我们休息一下回来之后 后面两段要来谈一谈 我们先谈一下美苏 那后面要谈一下美台 当然还有两岸问题 休息一下 欢迎回到POP壮新闻 今天我们跟亚太基金会的最高顾问 赵春山教授 那么前面谈到美中关系 这个现在两边都可以说是 一个在盘整 一个是在持续的测试 那美俄关系倒是一个已经有所进展 就是所谓的进展 就是拜登已经跟普丁通上电话 好像是上个月26号 那个通话在国际间很受注意 因为大家知道在川普的时候 还有通俄门 在美国 这个俄罗斯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存在 那么拜川普的时候 好像跟俄国的关系 又是很特别 跟以前他好像跟普丁关系也很好 甚至两个人在国际上会议的时候 还把所有的这个水远通通排开 就不留下这个做记录的人 等等这些状况 但是民主党好像是另外的一个样台 对不对 是怎么样的一个有什么变化 民党当时作为民调了 他们认为首要的敌人是俄罗斯 在选举的过程当中 那拜登他已经讲清楚 他把这个俄罗斯是定位为 他是个所谓的adversary 就是一个敌人 那么中共他是一个对手 所以一个是敌人 一个是对手 那就不言可疑 两者是不一样的 所以而且他对拜登来讲 他主要的他要考虑到的是欧洲 因为欧洲你想到去年 发生了很多事情 英国脱欧 你想到这个 川普他是赞成这个 英国脱欧 他支持 然后完了以后 这个中欧投资 全面投资贸易协定 被认为是中国 在去年一个很大的外交胜利 那么过去川普时代 把欧洲你看看 因为德国的测试的问题 军事支出要求 欧洲国家欧盟要增加军费 然后他又退群了 搞得美欧的关系 搞得是很愉快 美欧关系 但是对拜登来讲 他本来讲是传统的盟友 所以他这个时候 他必须要先拉住 把欧洲要守住 这个盘要守住 所以是跨大西洋的关系 所以他不是放在中国问题之前 所以你可以想到他 当选以后 他跟欧洲这些国家的领导人 都见面 然后在中俄里面 我们都在想 既然中国问题 现在这么重要 你要跟谁先讲话 到现在跟习近平还没安排上 没有 他先选择这个 这个普丁 那跟普丁呢 当然 这个普丁也知道 来者不善 所以在讲话的过程当中 你只看到就是俄罗 这个拜登的这个 提出一些话 一些批评 但克林姆林公呢 除了说 哎呀这是代表双方的关系 将来要合作 其他对他讲的议题 从来都不提 他讲的议题里面就是很大的问题 你刚才提到的一个关系通俄门的事情 是 而被认为是2016年跟2020年的 选举上的 选举里面 俄国人在搞间谍的活动 比如太阳门嘛 我们讲 对太阳门 对对对对 那当然对这个问题呢 实际上在过去 叫奥巴马 不 这个川普政府 他是比较忽视 他没有去那个 而且甚至认为 这个川普已经提到的 跟拜登呢 常常这个没来眼去的 跟普丁对对对跟普丁 对对跟普丁 是是是 所以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是有关阿富汗这个美军被诛杀的事情 听说俄国是悬赏 悬赏 对被悬赏 这个报道 这要谈谈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说 这个南马尼 南马尼 俄罗斯的反对人士 他叫Alexis南马尼 这个反对人士 这个中毒在德国 中毒又跑到德国去 对对 完了 他又回来了 又被抓了 今天这些消息 他被判刑三年 被判刑三年 对对 而且最近从圣比特堡 到海森围 超过一百个城市 起来示威抗议 被抓了这么多人 所以他都提出了这个 那最重要一个东西 被认为是 这个 拜登做了一些让步的 就是说他有关那个 New Start 新削减战略武器 这个东西他可以 俄国最早是 普京提出来 要延长五年 没有到这个月 对 但川普当时本来 所以已经二号 五号 五号 就应该满了 那当时川普便宜 对 川普很简单 你如果要提这个东西 两个条件 第一个要 还要把其他武器系统 都纳进去 第二 最重要有另外一个 你要把中国拿进来 把中国拿进来 中国他不愿意 中国不愿意 对 你们两个削减过 什么事 他都不愿意 好 这个问题就 台湾就停止了 不中国也有理由 你们两个手上那么多 要削减 我就这么一点点 我要给你削减 是 他本来要削减到 一千五百枚这个弹头 那双方都已经超过了 那好 那这件事情 拜登做了两步了 就是说继续有效 继续 不 还延长五年 而且没有增加其他的条件 没有没有 当然这件事情 我想拜登 他当然是符合 欧洲盟友的立场 因为你那个武器 对他的威胁是 是的 对俄国 对不对 对北约这些国家 对 所以他当然 欧洲盟友乐观其成 对 所以基本上的话 他是 但这个关系是怎么样的 我可以看出来 就是在美国的眼中 其实俄罗斯这个国力 现在日衰了 你比如说 除了那个军事武器之外 面对了国内的反对的伤害 再还有俄国的经济 也有问题 俄国经济就靠石油跟天然气 那你现在 疫情油价这么差 对 疫情油价又差 伊朗又增产 伊朗又增产 所以他这个整个经济出问题 那这样我觉得它很不妙 现在电动车越用越普及 就是吸油量越来越少 对啊 然后又说他什么 搞豪宅啦 对对对 搞了老朋友跑出来说 那个不是他的 豪宅是我的啦 对不对 所以这个整个来讲 对他的这个影响是蛮大的 影响是蛮大的 因为在俄国 像他这个严密控制之下 你看以前那个 那个拜登 你看他对这个普丁 真的是没有什么好话 他称他为这KGB的暴徒 KGB暴徒 他也说习近平是俄棍 俄棍 对啊 所以他这个是没有什么好感 尤其对俄国是没什么好感 是 所以他现在觉得这个软的先吃 我现在先把这个俄国安定下来 是 欧洲的盟友 让他们放心 可是这个又有一个美国对俄国的政策拿捏 他也不能你就再怎么样的对俄国不满 你不能把他变成直接打到中国那边去啊 他也要考虑说 稍微要有一点点拉住他 让他跟中国的合作啊 不会那么的变成一起来对付美国 你这个讲得好 你这个讲得好 为什么呢 就在上个月吧 这个瑞小姐 瑞小姐 他以前美国驻华大使 驻华大使 前驻华大使 他讲了一句话 他讲美国啊 不能同时得罪这个中恶 他说过去在川普这个时候 基本上美国跟俄国中国都不好 美国只要同时得罪中恶 那么美国是在三角关系里面 处在最坏的位置 是瑞小姐的 这句话非常重要 所以将来拜登他 有没有可能在冷战初期的时候 那个所谓战略三角 当时是拉这个连中制恶 连中制恶 那现在问题就来了 连恶制中吗 也不可能嘛 未来 现在这个问题是非常有意思的 就是当我研究这一段的时候 我在想 两边为敌是最糟糕 两边为友是最好 次次就是拉一个打一个 拉一个打一个 那将来是拉 如果要拉的话 我说如果你要拉中国打这个俄罗斯 也是拉俄罗斯打中国 我给你很可能 你现在把俄国当作敌人 今天的敌人搞不好 就是明天的朋友 有一个 拉俄国打中国 我觉得 我觉得有一点很有趣 因为我有限的接触了 不敢说很完整 我感觉大陆人 其实民间很多人 是对美国有好感 对俄国没有好感 对啊 所以我说 我刚刚就这样讲 但是在政策上不是这样子 官方的政策不是这样子 我碰了很多 因为我是搞俄国当年 对啊 我很多同在大陆的一些同行的 他跟我讲嘛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本来就好 从清朝来 其实最厉害的是俄国啦 一个是北方的俄国 对对对对 不比你条约最多的俄国吧 一个是南方的日本 他潜意识里面呢 他认为这两个是地缘的关系 是地缘 美国边场莫及 对对对 在天边 边场莫及 对 所以美国这个工作 他也做得不错 当然穿脚式啊 什么等等等等 对对 那么提 所以将来 这个情况会不会有什么改变 真的很难讲 今天这个世界 你看看 谁会想到今天 中国跟美国关系 从1999年 以前在乒乓外交易到现在 怎么忽然到宽谱这个时候 就翻脸不热人到这种程度 对 就跟国力的增长有关 因为中国国力增长 对对对 所以俄国国力下降 下降 对对对 他就拉了下降 这个不是不可能 所以布林肯 布林肯这个 接受美国媒体访问 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 他说 要跟中国是要接触的 但是是以实力 为前提的接触 没有错 是用强势的实力来接触 不是用弱势者的姿态来接触 对 这个是很重要 这一点我觉得 中共应该也是 服营实力主义的人 当然 所以你刚刚讲的这点是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拜登跟川普最大的不同是 比如说你拜登你说 川普用关税 对 还有特别强调美国 America first 对 美国第一 对 但是你 运作了结果 对 因为你不是用实力之后 你反而把自己的力量 削弱了 所以他今天他没有放弃美国优先 对 拜登没有放弃 没有放弃 但他要用不同的方式来 没有错 没有错 所以这个东西 这个是将来就是 我觉得如果从这个角度看的话 可能拜登还更难缠 对中国来讲 没有错 没有错 但大陆有很多人 这个我们也是研究国际问题的 他都也是讲 拜登更难搞 因为你这个 如果是单打独咒 我把你这个主要对手 对付就好 你现在不是 要拉拢 你现在必须要围点大员 对 围点大员 对不对 你必须把它周围要搞定 那么周围要搞定 不过所以西英明做了很大的部署 你看他去年就完成了一个RCEP 跟一个中欧投资协定 对 海东南亚 对RCEP 王毅你看看 王毅今年年初 对 东南亚去旋风式的访问 五个非洲国家玩的 就四个东南亚国家 最后大家在想 是不是跟缅甸有什么关系 有没有 他说是有政变 因为他去了 搞不好 他是扮演过去美国CIA的角色吗 是是 所以有 我看了外面有这种说法 你看他第一次 以前是美国的大使去过之后 那个地方没多久就发生政变了 而且你要晓得这个中国 当然今天我们不谈缅甸 这个中国改天再说 中国跟这个缅甸的关系 是非常密切的 一带一路啊 这个中美洲狼 这非常非常重要 对 叫飘港 对 对对很重要 好了 这个问题 所以回到你刚才那个问题了 对 所以将来这个 会不会发展到这个地步 如果真的发展到这个地步 那只是不信 我知道我最近在想这个事情 连 你说联俄自宗 连一个打一个 本来就这样嘛 是不是 哪个最有利 这个联俄自宗如果真的出现 我认为背后多少会有一点黄霍说的一个概念 有 就是民主主义 就是白人啊 跟黄种人 对 而且现在反华的这个那么厉害 对 反华这么厉害 那么 从另外一角度看 拜登也怕 你逼的 你刚刚讲的嘛 逼的太厉害了 中俄联手 是啊 中俄联手的话 那个 那是梦魇啊 那是night mail啊 对啊 是不是 那是对美国来讲 那很麻烦啊 两个家的蛋头 就会比 就多了 对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梦魇 没有错 好 不过呢 在我们除了说美中关系 不能脱离美俄关系来看待之外 在美中关系当中 还有一个小切面很重要 就是美台关系 这个美台关系 当然你知道在美国总统选完之后 那么台湾有相当一部分的人 就担心说 这个拜登啊 可能会改变了川普时代的 一些对台湾的措施等等 那现在他的政府已经上任了 大概两三个礼拜 您的观察到现在为止 他的一些重要的国安团队的发言 他的对台政策也没有发生变化 我觉得讲得更刺濡了 更加刺激台湾 这样子 我感觉到包括布林肯也好了 奥斯丁也好了 另外这些 我觉得更刺激 而且他用了很多重要人物 我们刚才提到赵克龙 包括那个戴 戴琪 戴琪 不过他们都是美国人 当然 当然 可是不要忘了 这个拜登在竞选的时候 投世界日报 对 自己亲自投书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美国 我们这样不要讲感情因素 我们就从美国的利益来讲 他不会放弃台湾 但是最近确实有一些说法 认为美国现在力不从心 必须要调整 这个时候就是 拜登目前在 我觉得我们要注意这个问题 因为很久没有 感觉到这个 我所谓的气台论 最近那个声音又出来了 就说美国现在要减少 它在海外的注意 美国已经整个联邦的支出预算 它的减少结果 它没有办法再负担庞大的军事预算 所以它必须要这样做 我在这个情况下 但是基本上 基本上按照 从美国的利益来讲 它不会 应该不会放弃台湾 但它怎么样来处理 两岸关系 这是它要必须面对的问题 我们的确有看到一些危机的 但是看起来 就是你刚讲的 本身台湾自己也要自立自强 我们必须说了 你不能等着人家来对你怎么样 或者说你要成为 trouble maker 那就更不行了 那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说 看起来美中关系 我最近很有意思 是看到说 这个丽英杰 AIT的这个主任的一番谈话 这个谈话对未来的美台关系 也是很有启发 我们休息一下 好 欢迎回到 POP壮新闻 最近AIT的处长 丽英杰提到说 因为中国的孔子学院 在美国都关掉了 所以他说 希望能够有台湾的中文师资 去美国来填补 意思就是说 美国人将来学中文 希望像回到以前 两边还有邦交的时候 那么来 那我看到杨洁篪的那天的演讲 那么他其中的有一个 就希望美国要恢复 这个孔子学院 所以看起来 我们可不可以这么讲 目前还没有看到 拜登有强烈的要去扭转 川普时代的一些对台的政策 也因为他的对中政策 现在也还没有什么改变 所以也不能说完全 又不会改 但基本上不是我们想象的 说好像会变成一个翻转的 这样的状况 美国对台湾的重视 大概还是很肯定 好那是那就有个问题 那两岸之间 到底要不要做一点什么事情 最两天的人要谈 现在是海基会成立30周年 今年 然后呢 今年又是中共建党100周年 得的第一个100年 那么2021年 本来我们都认为 这是两岸的机会之窗 因为今年台湾没有选举 那么而且蔡英文 蔡总统已经到第二任了 但是你怎么样 你觉得2021年有没有机会 没有我前一天他们都 对了问着 因为我在标题上 我讲 我说2021台海无战事 那台湾某些人 认为说今年要是什么 作战元年 有几个我们熟悉的朋友 他们老是喜欢讲这些 对 说今年会打仗 今年你刚刚已经提到 你有什么理由打仗 我也跟我大陆一些同行 我们也有透过电话 有时候会交往一下意见 因为现在不能去大陆嘛 你今年你忙了建党100年嘛 而且更重要一点 是拜登现在这个中国政策 我们刚刚就提了主题了 他在酝酿当中 对不对 那你这个时候 你在台海来搞一下 那不是给他添砖加瓦吗 对 给他添砖加瓦 你给他添砖加瓦 给他添砖加瓦 所以这个今年的可能性 你是不到 最好最好台湾没有选举 就没有一些纷纷事情 本来应该是 今年恢复对话 一个很好的机会 可是现在还是卡在 那球儿共死了 所以就是说 这个疫苗的问题 像我们政府的一些做法 那么只有两岸的隔空 一直在交火 最近你看伯恩那个 那夜秀 那本来是小孩子嘛 年轻人那开玩笑 可是这个玩笑 有时候开了以后 就被来做文章嘛 这个也没有办法 这个没有办法 因为这台湾这样子 你政府也不能去跟他讲 说以后你给我闭嘴 那没有办法 我们这个社会不一样 所以有时候 我常常讲大人 有时候听你小孩子 讲一讲就笑笑就算了 从我来讲 我认为这就是两岸的困境 我所谓困境就是说 体制不同 在很多事情上面 台湾的 在我们台湾听的那个之后 就笑一笑 你说有没有歧视 但是本来有歧视的人 先天就会歧视 那不会歧视人 并不会一定听了 那个演讲 那个话就去歧视嘛 对了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 也不是 当然我刚刚讲 小孩子是把他们 这个 稍微低估了 也不小了 对不小 所以就代表 我们年轻人 有时对 我们的对手 你如果把大陆当作我们对手 当敌人的话 你不了解 当然整个环境 有时候就是一句话两句话 你包括像我们 像陈世忠 对那时候讲话也是一样 你说因为 这个我们做的比例主文 其实像类似这种话 我是觉得能避免就避免了 但现在你刚才 回到你刚才提到那个 对 到 两岸 我觉得 对2020年 还有两岸最早提到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 丽莹姐讲那个话 我觉得现在都已经 Late 但是不是Late Better Than Never 这是个问题 为什么Late 因为我们过去这几年来 不要说我们到美国 去搞中文教育 我们自己的中文教育 有问题了 对不对 很多都说 我们很多时候 大陆讲去中化 我们现在年轻人 你现在问 哪是中国的历史 那我们去大陆 能够教什么 到美国能够教什么东西呢 所以这几年来 下来 丽莹姐 我想她对美国 这个状况 我不知道她了不了解 所有 不是美国 事业各国 本来以前的考试 考中文的检测的书 是我们教育部出的书 澳洲纽西人 现在全部分的大陆的教育部 对啦 不这个当然 这个很难啦 这个也是大陆大国 它的成长 它的文化 这个一定要出来的 它的所有文化走出去 这个也 我觉得没办法避免 但是我们以前去 搞教育 搞什么东西 说到说 我们比较少 从事一些政治运动 我们都说出来 那大陆上 它有时候就被认为 你在搞 对 你在搞 你的软实力 你的锐实力 所以这也不一样 对 这一点 当然也是 我就说 其实中国今天 今天跟两岸之间的问题 某一些部分 可以反映的是 中国跟世界的问题 也可以这么说 就是说 你要怎么样来对待一个 就中国跟两岸关系 当然很特殊 可是今天中国大陆 为什么很多人 对你 就是说 我也想赚你的钱 可是我打心里头 我知道我跟你不同类 从另外讲 大陆也是要弃着 就是我给你钱赚 那就是要去讲 就跟台湾 他以前讲说 你不能来赚大陆的钱 要搞台独什么的 台湾有些人心里上 也是我不得不去赚你的钱 可是我不认同你 对 我认为大陆应该抓住 蔡英文总统这个机会 机会 好时间到了 谢谢春宫 谢谢赵春山教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